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们一样 每天为了减重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 为了只是要维持苗条的身材 可是自从我们做了 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之后 我们认识了一群特别的朋友 他们因为新天性的代谢异常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特定基因产生的突变 体内缺乏了某一种酵素 或者是生化机制出了问题 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食物中的某些成分 例如蛋白质 他们跟其他的小孩也有点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小孩生病了 还有可以吃药来做医治 可是这些罕见疾病的小朋友们 因为他们在平常的日常生活 等于是每天 他们的三餐吃进去的东西 就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把关 从食物上面就要很小心了 对 所以他们的家长你想想看 每天要准备这些东西 一定在食材方面有一些问题想要问 那我们的基金会呢 也特别针对这些家长的问题 我们制作了一个有关于 低蛋白饮食的示范光碟 哇 好贴心哦 所以我们要请到两位专家来 跟我们一同示范 第一位就是我们罕见疾病基金会的 谢家军营养师 哇 营养师您好 你好 还有我们的杜丽娟老师 杜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对 我们就要请专家来帮我们解说嘛 那请问一下 这一类胺基酸代谢异常的患者 在食物上面应该注意哪些呢 这些胺基酸代谢异常疾病呢 是患者体内蛋白质的代谢受到的影响 无法正常利用蛋白质所提供的一些胺基酸 所以需要限定一些特定的胺基酸摄取 那胺基酸它是蛋白质的小分子 所以在饮食治疗上面 我们就限制高蛋白的食物 来降低胺基酸的摄取 那请问一下我们可以到哪里去购买低蛋白的米粒 还有低蛋白的面条呢 这个部分有特定的商家在贩售 那可以下各大医院的营养部门 或是与基金会联络 那目前基金会有提供低蛋白食品抵用券 那提供我们胺基酸代谢异常疾病的病友 可以跟固定的厂商订购一些低蛋白米 或是低蛋白面条 还有低蛋白的巧克力点心 那详细情况可以跟基金会联络 那想请问一下 哪些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呢 高蛋白质的食物呢 就像说是肉类 鱼背类 家禽类 蛋类 奶类 豆类 都算是蛋白质高的食物 那它们也并不是说一定就是 不能是高蛋白质的食物 所以需要看它们疾病的类别来做限制 那另外也会搭配它们该疾病的特殊奶粉 那除了我们的鱼肉 蛋奶类呀 还有其他哪些食物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呢 像有一些加工食品需要注意 例如像是甜不辣 它可能会有含鱼浆的成分 那例如像面筋 吃稀饭的时候会用的 那它其实是高蛋白质的食物 是面粉做成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塑料的部分 它可能会含有黄豆蛋白 对 那另外像是本酮尿症的患者 需要限制阿斯巴田的摄取 那可能在购买食物的上面 就要阅读一下它的食品表示 那是不是针对每个病患都必须要这么严格去控制它的饮食呢 因为它们疾病程度会不一样 所以会有属于病患自己的饮食的计划 那我们会依照它们的情况来调整它们的饮食 对 那如果说像小朋友比较严格的话 就会限制它多一点 那比较宽松的话就会在它开放多一些这样子 那如果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可能就会针对它的食物的质地 或是供应的分量来做调整 那请问一下这些低蛋白的食物 只可以用在先天性代谢异常的朋友身上吗 有一些需要限制蛋白质的像肾脏病人 或是肝脏疾病患者都可以利用这个光碟 不过还是建议在食用前 还是咨询一下它们的营养师以及医师 那请问一下 基金会对于这些先天性代谢异常的朋友们 有哪些服务呢 基金会目前有出版一些饮食手册 供家长的索取以及做参考 那另外我们也有定期举办营养教室活动 或是提供营养咨询服务 都会针对家长以及小朋友的需求 提供适当的协助以及咨询 我们今天准备 老师帮我们准备了很多道菜对不对 要来做示范 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有关于低蛋白的食材 那老师请问一下 就是低蛋白米跟一般的米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低蛋白米跟一般米的差别 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是 对 它是属于比较 蛋白质比较低的 对 那我们知道这些代谢异常的病友们 他们好像对于蛋白质的摄取 摄取要非常的小心是不是 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那个白米来讲 它的蛋白质的量会比较高了 对 它会天高一点 天高是天高 所以基本上我们平常吃的米饭 他们是碰不得吗 还是说他们要碰 是怎么样的一个摄取方式 是他们只能吃低蛋白米 是这样子吗 像这个就要请我们这个营养师 来为大家介绍了 是的 像这些代谢异常疾病的患者 他们会依照他们疾病的状况 来作为主食的限制 那像今天的低蛋白米粒的话 严格限制的患者 就会需要单纯使用这个低蛋白米粒 所以还是看程度上的差别就对了 那今天我们第一道可以做一些 什么样的料理 让我们的那个 代谢疾病的病友们可以使用呢 我们第一道就先教大家 怎么煮白米饭 就是低蛋白米的米饭 哦那就是我最高的 我先来洗米好了 等一下 不用洗不用洗 不用洗 对低蛋白米不用洗 不用洗 对 那唯一连你会的都不用洗 真的 老师直接就进行一下的步骤 原来这个低蛋白米 它是不用清洗的 对它不用经过清洗 就可以直接放下去煮的 那它的水的用量 跟我们一般的米的用量 有什么不同 不大一样 它水分会比较多一点 大概就是如果说你的米是100 低蛋白米是100公克的话 那我们的水量大概1.6倍到2倍 1.6到2倍 比如我们一般的米要来多一点 对 水分会来倒一点 那它使用的烹煮方是电锅吗 电锅也可以 然后电子锅也行 电子锅 微波炉也行 微波炉 那这样会熟吗 微波炉 我们的煮法跟我们一般用电子锅的煮法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 像如果是说用微波炉的话 我们就要先浸泡3个小时以上 哦 浸泡 把它先泡很软才能这样煮 它才能够在短时间把它煮透 那我们现在就请老师来先帮我们做这一道吧 好 OK 浸泡就是这个米的煮 对 我们刚才大概这样对不对 对 好 那我现在先这样子进来 其实你知道这个米看起来就跟一般的米不一样 要超过一半了 到两倍 将近两倍 搅拌一下 对 那我们现在把它搅拌一下 让它可以吸水对不对 对 它就这样子的话 不会结成一坨的 一坨一坨的 如果说我不搅拌 就水放进去 它可能就结成一块一块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它那个低蛋白米的颜色 真的就很白 很白对不对 对 它是经过特殊处理过的 所以你看它的颗粒也比较小 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容易消化 不是 它最主要是把它做成米粒的状态 然后其实它等一下会碰胀 它煮起来跟我们的米饭的比较强 那它的口感呢 是跟我们的米饭一样吗 不当然一样 其实比较像蒟蒻那类的口感 就是有点一个QQ的 然后它煮起来是透明的 透明的 对 跟我们一般白米饭 就是会稍微再透明一点 对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 就是你把它加盘一下 嗯 好 那我们就放到我们的面锅里面来 是 对 OK 那我们就放进来 这个 好 那我们外面一样的要加 等量的水 加分 外锅也要加水 对 外锅也要加水 1.6倍的水 对 好 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放2倍 没关系 2倍 你这样就不用在那个 因为外锅的影响不会那么大 嗯 好的哦 好 那我们现在可能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了 然后把我们这个开关压下去 好 那好就可以了 那就等一下就会有那个香烹烹的白米饭可以吃了吗 是 呃 等到它跳起来以后呢 我们要再把它稍微拌一下 要稍微拌一下 好 因为它可能底部还会有一些白白的颗粒 嗯 对 那你拌一下再焖个四五分钟 好 它就OK了 那它均匀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对 就跟我们那个一般白米饭 有没有 你煮好是不是要稍微拌一下 对 然后它会比较松软 对 或者比较好吃 它其实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程序 哦 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等它好了 好了 其实啊 在这个点的过程当中啊 我还蛮想要问一下营养师 就是这个低蛋白米啊 跟其他的米类 它的营养价值成分的不同在哪里 我们请那个 谢营养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前面有四碗不同的米 有低蛋白米 白米 长糯米 还有圆糯米 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 那前面这些呢 都是平常我们比较会看到的米 那我们所谓的低蛋白米呢 它主要就是强调于它的蛋白质 非常的低 那大家可以从表格里面看到说 每100公克它的蛋白质是0.3公克 差很厚的 人家都是 对啊 人家都是7.0的 7.9的 8.4 尤其这个圆糯米 它有到8.4的蛋白质 对 所以在我们代谢疾病的小朋友上面 那绝对不能吃 对 就是会需要限制啦 对 会遇到它的疾病程度 所以低蛋白米的蛋白质 每100克里面只有0.3克就对了 对 那我们看到糖类这边 它其实是含量最高的 这样可以吗 这样OK吗 因为它主要是淀粉制成的 所以它水耗恒物的部分一定是比较高的 对 OK 所以其实我们总观这样看起来 它的热量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它的脂肪其实也都差不多 是 所以就是以最明显的不一样就是蛋白质 对 所以它的其实营养值 并没有输给正常的一般的米 对 但是它的那个蛋白质量是非常的低的 很适合一些在一些异常的病流可以使用 是的 哇 那我想我们的低蛋白米 应该也差不多煮好了 是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煮好两个 耶 会不会烫 小心 对 对 好 你看它真的有一点一点透明的感觉 透明的 欸 还很香耶 有一个米香淀粉的味道 好 我们来试吃一下 试吃一下 对 看它的口感 对啊 来 来 来 而且它看起来真的就有点像蒟蒻的感觉 嗯 会有一点点QQ的口感 它的口感而且一粒一粒的 对不对 对 它在嘴巴里面咕噜咕噜咕噜 一粒一粒的吧 它少了一般白米的那个黏性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它的那个Q度是在了 对 这系列蛮好吃的 对啊 蜂蜂的感觉 对 嗯 现在就介绍完滴到了我们低蛋白米的煮法了 现在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低蛋白米的煮法哦 好 刚刚呢老师已经教我们怎么煮低蛋白米 对 接下来老师要教我们煮怎么样是煮那个低蛋白的面条 可是在煮之前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 就是我们低蛋白的面条跟我们一般吃的面条什么不一样 那低蛋白的面条它本身就没有那个一样就是那个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低的 那我们一般的面条的话它是用中筋的去做 它是有含那个蛋白质比较高 所以我们有分的高筋 中筋 低筋 那高筋 中筋 低筋又差别在哪里 它其实就是差别在那个蛋白质的含量 哦 所以高筋一定是蛋白质比较最高的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没有那所有的患者应该都是低筋吧 还是低低筋 点低筋都不行 都不行啊 所以低蛋白面条它是没有高筋 中筋 低筋之分的 它就叫低蛋白面条 对 所以我们一般吃的面条好像是用面粉做的 可是低蛋白面条它是用什么做的 它也是用它是用淀粉去做的 但是它里面并没有含那种很多的蛋白质 就是它含量是非常低的 OK好那可以先给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面条要怎么煮 好那我们现在呢 手头上拿的这个是低蛋白的面条 低蛋白面条其实都是偏白对不对 偏白 像是淀粉做的是不是 对它也是很白对不对 那我们要水煮开了以后呢 你一把稍微把它转一圈 放在中筋就把它放掉 然后它下面一碰到水它会软的往下扯 对不对 那老师请问要煮多久啊 大概煮的时间的话就依上你的需求来看 就是说我今天要煮炒面的话 我可能大概煮6到7分钟 好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凉面 我可能煮8到10分钟 就久一点把它煮到全熟 对对 那如果是要炒面或者是做汤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不用煮到全熟了 对对对 所以大概煮到6分钟到7分钟就OK了 好那你现在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我面下去你其实刚下去的时候 你还是要稍微拌一下 让它整个散掉 对散掉 每个面条都有吃到碎 好那不会黏在一起 它起来才会是一条一条的 好 其实感觉起来啊 刚刚看外观跟你放下去 它马上就是软掉的那感觉 它比较比我们一般的面条容易熟 对不对 其实它是差不多的 它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你等下看的时候它会开始 你看我现在夹起来 没有 它其实一定是软的 就是跟我一般的干面条是一样 如果是同样粗吸的 时间上面会跟粗吸有关系 那它煮起来会不会也是像那个 你一样带一点透明的颜色 会有那样的感觉 它就是比较白 又会像蒟蒻那样的感觉 但是它不会那么的明显 它会比你来稍微来的 比较像蒟蒻 对对对 所以呢 等一下的话呢 如果说大家可以有计时器的话 就用时间去计算 那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可以夹一根 然后你去把它 去掐断 那像这样子的话 它中心还很白 而且还很大一点 那就是表示还没 那其实还煮 应该要煮个两三分钟 那在这两三分钟当中啊 我们也想要问一下 我们的那个营养师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知道说 低蛋白米的营养权分 其实也是蛮高的 对 那在于就是说低蛋白面条 跟其他的面条来比较的话 同样也是可以看到前面有三种嘛 也是比较市面上常见的 我们有鸡蛋面跟巧妹面 还有我们的低蛋白面条 对 那大家也是可以看 从表格上看到说 它们的蛋白质量 其实相差非常多的 对 真的耶 蛋白面条只有2.7克的蛋白质 其他都要到达这个15的 15的 12的 对 而且我不知道 炒麦面的蛋白质 指数这么高 对啊 它蛋白质很高 那其他有的面条会 标榜什么 加了蛋啊 或是什么其他的调味料 所以蛋白质会更高 更高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像这些患者啊 它们有好多东西都是不能控的 但是比如说蛋类对不对 还有你说什么 鱼 鱼豆类 还有肉 对 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而且它们在食物的摄取上面 比吃素的人还要严格耶 对啊 像吃素的人可以吃一些豆干 对豆干 豆子做成它 反而要补充蛋白质 对 然后怕要豆浆什么 它们完全都不能摄取 所以在吃的方面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那老师应该差不多了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面条 有没有 它现在已经是膨胀的 有点碰碰的感觉 对 变胖了 对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透明 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面条呢 你可以把它夹起来 你看它整个夹起来 就是一定是肉满的 好 那可以的话呢 就是说我如果没有 最好是冲一下冷水 好 冲一下冷水以后呢 我们可以拌一点油 那你如果你要炒的时候呢 这样才会黏着在一起 哦 也可以拿来炒 然后也可以拿来拌面 那老师那凉面的话 就整个煮的时候之后 是冰在冰水里吗 对 你就可以打冰水 哦 打冰水以后 它凉了以后就把它 那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味 呃 调味料的话基本上呢 一定要避开这些高蛋白质的东西 像酱油也不能过多 那也不适合去拌 像有砂塔酱的这些东西 哦 那砂塔酱蛋白质的 那酱油少许一点点的话 是OK的 是OK的 所以呢像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起来的话 就是稍微的经过一个 所谓的冰水的处理的话 就是可以做两变 所以这些代谢异常的话 整朋友们啊 他们其实在吃的东西上面 也都非常的清淡 对 它口味上都是偏淡一点 偏淡 对对 白罗那我们现在来试吃一下它的口感 好啊 它真的感觉外表上面有点像那个透明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有点像那个夏天很喜欢吃的那个米苔木 哦对 对 加在冰里面啊 或是直接这样吃的 有点像粉条 透明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口感应该很不错 对 跟我们吃的面条 对啊 味道是跟吃的面条几乎一样 只是说我觉得它的口感多了一些那个QQ的感觉 嚼劲有没有 嚼劲 真的 哇 我们又介绍了一道厨师的做法了 对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呢 好的 现在呢我们就要用低蛋白的淀粉 来做那个金黄葱油饼哦 嗯 哇 葱油饼耶 对啊 而且是用低蛋白的淀粉 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老师啊 低蛋白淀粉啊 它跟我们的平常的一些面粉什么的有什么不一样 嗯 它可能做起来就比较透明状的 透明状 对 像我们的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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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像淀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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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那老师现在就帮我们来做一下金黄葱油饼 好那我们今天呢 准备的材料有 油 还有在开水 一小许的盐巴 对 还有胡萝卜 那请问胡萝卜 它是要用来 呃 一个是 就是小朋友如果看到白白透明的 大概就没有什么食欲 哦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点蔬菜 来增加它的颜色 那它看起来比较可口 哦 所以胡萝卜会打成蛛 对 胡萝卜打成蛛 那如果今天没有使用胡萝卜 用其他的蔬菜可以替代吗 可以啊 可以用菠菜 菠菜 就是可以挑那种颜色比较特别的蔬菜 都可以用来是代替这个胡萝卜 对 还有一点的素素粉 太白粉 还有小许的葱花 是 而且 小龙你看 这个金黄葱油饼 一人粉 它的大白质只有0.4 对 对 对 但是它的热量是够的 要有286大小 对 现在我们就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好不好 好 那我现在这边有一个是打好的 已经先把它打好汁的那个胡萝卜汁 胡萝卜汁 对 就取了80cc左右 那我们的胡萝卜汁 刚才这个胡萝卜跟水一起去打嘛 所以我们现在的就是粉 粉 海白粉 来 四小碗 20公克左右 好 那我们的素素粉也是20公克左右 然后我们把它把它进来 还有一个我们的盐巴 好 加少少许的盐巴 所以素素粉跟泰白粉加起来的话 它就是等于4D蛋白的淀粉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它做起来就很像那个 和 哇 这种感觉 好 那我们就是把它拌一拌 好 拌一拌就OK了 其实不难对对对 把它拌到我们的这个 葱花就可以下来了 好 我们要下来 所以就跟葱花就一起 葱花呢 你就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加 那如果有一些大朋友啊 想要吃的话 加一点胡椒粉可以吗 可以可以 也可以 好 所以我刚刚就听到喔 其实啊 要提醒各位的家长们啊 就是说 其实淀粉类的东西 这道菜 淀粉类的东西啊 它比较容易沾黏到锅子 所以我们要选择好的锅子 对 器具上面就要特别小心 要选用不沾锅 是 大家会比较好做啦 谢谢 好 我们热锅以后呢 我们就放一些油 那基本上做一个 做这一个葱油品的话 它会需要比较多的油 比较多的油 比较多的油 好 那我们就是认你小锅 而且在就是 代谢异常的朋友们啊 他们就是在油和盛水上面 也会比一般人来的高一点点 对不对 因为会在里面摄取到一个 这就要问我们的比较吃了 热量 是这样吗 对 会用油脂来提高它的热量 因为吃的东西有被限制住这样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油多一点就香 对不对 就会很香 那小朋友就会比较容易就吃 对 因为他们的配菜什么的 就已经比较少了 对 就比较期待 没有那个肉的味道 那油多就香了 好 那我们现在锅子 这应该差不多 可是要注意看喔 因为听说热道菜的口感还不错 好 上面就下来 直接把它下来 好 稍微把我们的葱花 平均地铺在这个上面 那它就是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大概煎到呢 这个变成透明状了以后 边边开始会有点开始要变成 透明的感觉 起泡泡 就会变白白酥酥的感觉 所以我们再来翻面 其实它那样子熟的程度也蛮快 对啊 对对对 它其实因为薄薄的 所以它基本上呢 是还蛮快熟的 对 那这个铲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很容易沾腻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面粉 所以我们可以翻过来 哇 你看好 它这真的是很容易沾腻 对不对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辅助一下 所以这个已经是会沾锅了 可是它粉身也 可是它变粉粉的特性 所以你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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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 它的这个沾腻状况 会比较容易沾腻的话 那你可能就稍微再煎久一点 好 那它更酥一点点 好 或者是说 像你发现说 我的锅底都没什么油了 你可能需要佐料加一些 好 那它葱的香味就会出来 好 那你看我们现在佐料没有加 刚刚想到一个食材耶 就是这个如果用地瓜去打成汁啊 会不会也很好吃 就是它有点甜甜的地瓜味 地瓜打成汁的话 其实就是要看我们的蛋白质的部分 对 它OK就是那个量 地瓜又要去看看地瓜的蛋白质 对 对 真的随时都要注意蛋白质的含量 对 它的摄取量就是要非常非常滑 那你现在发现说 我真面其实就会比较酥 它其实就比较不会沾黏 好香喔 我好想趕快吃 牌子先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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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准备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这锅骨鸡蛋 对啊 已经炒好了 太好了 来 我们来试吃一下吧 口感怎么样 好香喔 好吃 有胡萝卜的味道 香香的 然后真的很像吃肉丸上面的皮 QQ的 而且它好Q喔 嗯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喜欢这道菜 对 因为感觉焦焦焦焦 好像在焦烂糖 可是如果老师有一些小朋友 要不吃 胡萝卜 葱的话 对啊 可以用什么做替代吗 像如果不喜欢吃葱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芹菜啊 然后玉米啊 玉米 玉米 对 那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的 对 对 对 所以你中间可以夹一点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煎一片的时候 你就把我们这些馅料放上去 然后就把它给它煎成这样 对 然后里面就会有馅料 然后它们吃起来就口感又好 又喜欢吃的东西 嗯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替代病喔 可以多种口味来变化 对 所以讲到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老师来教我们一些 我们刚刚有学到的那个 怎么煮米饭 对不对 我们可能就要用米饭来再做一些变化 对 让小朋友更喜欢吃咯 不会有日式变当吗 嗯 对 接下来呢老师要教大家就是用我们刚刚煮的低蛋白米 要来做一些变化 要让小朋友吃得更开心 对不对 对 那老师今天要介绍的是 海苔QQ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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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领司一定是有海苔 对 然后呢 卷起来 对 然后一定还要有里面的一些配料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配料 有那个白饭 白饭 还有我们的低蛋白米 米饭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 还有的香酥 香酥 还有红萝卜 还有小黄瓜 小黄瓜 哇 还有这菜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海苔 对 老师我对这些都没有都没有问题 可是我唯一有问题的是说 为什么要加白米饭呢 难道不能全部都用这个低蛋白米饭吗 全部用低蛋白米的话它粘性比较差 就很容易就翻掉 对 因为我刚刚有试过它的口感 其实就粒粒分明这样 没错 它没有粘 比较没有粘性的 OK 所以要加一点白米饭 但是对于那种有一些 我知道就说有一些耐性 立常的小朋友 它的摄取蛋指数比较高的话 没办法摄取到那么高的话 是不是就比较不适合这道菜 基本上还是可以依照它们的情况来调整主食的比例 对 那可以譬如说1比1 或是说把低蛋白米饭的比例提高变成2比1 这样 可以只要说低蛋白米饭可能是2 那我们一般的白米饭可能是1 不要这样 可以比较粘性 好 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欣欣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好 那么首先呢 就把我们的那个白米饭 还有呢 低蛋白米饭 好 一起放进来 好 那这个大概都是煮好的状态要稍微有温度 你会比较好把我们的那个苹果醋拌进来 好 那会稍微呢 把它呢 挑松一下 好 那我们的苹果醋 就让它混合一下 对对 那老师如果今天我们家里面没有苹果醋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替代瓶呢 像譬如说 波梅市面上有很多那个现成的壽司醋 好 包括你梅子醋都行 都可以 所以这样子的调味料是OK的吗 是的 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的醋呢 倒在你的饭池上面 它会黏在上面 那它醋的名利要多少 我们这边大概 二到三大吃的醋 二到三大吃 对 也是看小朋友的接受度吧 对 因为那个酸度其实是每个人喜欢的程度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道菜很棒的地方是说啊 可以小朋友带到外面去 因为小朋友到外面吃饭其实 满麻烦的 对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对 尤其是小朋友上学啊 可能一样午餐他们也完全不适合 所以小 因为通常那个患有病 我们家都是带便当 对 通常都是带便当 那妈妈又要更用心了 对 好 那你看它的吸收状态呢 我们可以多量再加一点 好的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好 像这个要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饭不能太软 好 不能太软 对 因为你还有加了一些那个 我们的鱼排和蝦匙 了解 所以呢 加如果太软的话 你再一拌它就活掉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拌鱼的就好 那现在其实这样看起来就跟我们一般的那个白米饭没有很大差 对 好 那我们就取一片苔苔 一片苔苔 对 那注意一下哦 海苔它其实有正反面 哦 对耶 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哪一面是正面 哪一面是白面 好 你看一下有一面会比较亮 一面会比较 这边是比较光滑 这边比较粗糙的 好 那比较粗糙的这一面呢 吃饭的面吗 对 就是我们等下是直接跟饭接触的这个面 好 好 那就请老师来给我吃饭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饭呢 放一些上来 那就是全部把它平补 好 好 好 撒出来了 好 稍微呢把它推平一下 那这个旁边稍微要注意一下 前后这个饭的那个厚薄程度呢 要差不多 哦 对 不然有的时候 到时候卷起来 一坨太粗 然后一坨这样子 对 卷起来这个材会掉 对 要稍微压一下 但是不能压太紧 不能压太紧 对 那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地带白米 所以呢 就是要比平常的米饭呢 稍微紧一点点 好 稍微紧一点 对啊 因为它是完全就被 它是比较没有点心的好 小黄瓜跟胡萝卜 好 稍微再一下小黄瓜 那其实这边也要提醒各位一下 那就是说 如果小朋友太怕胡萝卜跟小黄瓜的味道 其实可以用水稍微穿烫一下 对不对 嗯 对 可以把那个水煮开了以后 把我们的小黄瓜呢 正条下去 正条 对 小黄瓜你穿过了以后 再来切会比较OK 会比较OK 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小黄瓜的味道 对 好 那我们就大概 跟我们的饭差不多一样长 嗯 好 那我们的胡萝卜 也上来 好 就取一下它的味道 那请问一下老师 如果啊 就是小朋友对这个蔬菜类 他可能会害怕 那我可以用一些水果类的替代品吗 呃 水果类的替代品 你必须要挑它是比较不会触碎的 好 对 好 那我们现在香松进来 加一点点的香松的味 对 好 那它的味道会比较够 其实我们现在小孩还蛮喜欢用香松来拌拌 拌拌对不对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竹帘拿起来 稍微卷压一下这个内馅 有没有 往前卷 然后呢再往后 好 往后 往前卷 再往后拉 对对对对 让它稍微挤压一下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再往前跑 就拉着它往前走就好了 好的 哇 下去卷 到最后呢 我们就稍微用 压手把它压紧一下 然后硕形犯 打它一打开 诶 正方形 好 这样就OK了 其实差不多 等一下出来是马蹄形 马蹄形 对 好 这样就做好了一卷 好 这样做好一卷了 然后你旁边就稍微把它 稍微压一下 因为旁边它是边缘滴蛋 它没有依靠 所以它比较松散 哦 所以稍微压一压 对 压紧一点 等一下切的时候就不会这样 然后就是把它切一段一段一段 这样 附在那个便当上面 对 我们就放在便当盒里面 然后再加一些配菜 对 或是一些水果 哦 水果 很丰富了 对 还有蒟蒻啊 或者是想要可以 接受的花椰菜类类 对啊 马上就变成了 一个日式的便当 真的很棒 那我们今天好像来告诉我们一下 这样的一个便当 它的蛋白质数有多少 目前这个QQ卷的部分呢 一人份 那大概它的蛋白质 好像是4.8公克 这样一般的那个 代谢异常的患者来讲 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吗 是的 因为通常如果像一碗白饭的话 它的蛋白质大概就有 6公克这么多了 对 所以它其实一整条才4.8公克 对 好 这次营养又好吃 嗯 再来介绍一点事情 我们先来试试一下 对 我要试试 对 我都忘记了 这个海苔QQ卷的口感怎么样 好 然后我们摆入这个 跟进去试试看看 好 好香喔 这个我觉得 又只要吃 一个一口 嗯 完全像瓜友跟 吃的那个海苔卷是一样吧 对 而且 老师 你这个饭的深度啊 真的是刚刚好耶 刚刚好 够味 够味 对 本来想说 会不会是里面通常都要加一些什么 像加的蟹肉啊 或什么 好像才有什么肉的味道 可是这就有了耶 对 而且它的那个香中 已经把那所有的味道 香味都吸出来了 嗯 我齐了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等不及了 又要再试试看老师的意大利面了 好不好 我们来介绍意大利面咯 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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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哇 剛剛吃完的日清麵當 真的好美味喔 好好吃喔 那像我們家的小朋友啊 非常喜歡吃義大利麵 對喔 我就很想問問老師啊 像我們針對這些 鮮甜心異常的小朋友 可不可以讓他們也嘗到 這個義大利麵的風味呢 可以啊 我們一樣也有 低蛋白的義大利麵條 怪不得我說跟我們剛剛煮出來的 低蛋白麵條的顏色有一點不太一樣 它的顏色好可愛喔 很淺綁的 所以它就是低蛋白義大利麵條 有了它就可以讓小朋友也吃到 一大利麵風味的料理了耶 對 沒有錯 所以呢 這個呢 麵條的煮法呢 其實跟我剛才也介紹過的 一般的麵條煮法是一樣 那因為要再炒過 所以它就煮到就是 其他分手以前 對 對 對 就是要煮到太熟 對 那我們其他的配料 我們也看看說 對啊 白龍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對 對這些先天性 比較帶一些異常的朋友們啊 他們可能在配料上面也要勝選對不對 對 會需要以蔬菜為主 以蔬菜為主 所以就沒有肉醬的義大利麵 對 並沒有 對不對 是的 所以我們有洋菇 番茄醬 洋蔥 紅番茄 好 大蒜末九層塔 油 還有鹽巴 黑胡椒跟冷水 對 所以呢 其實我們看的這些 其實跟我們一般煮義大利麵的調味 其實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的 它就是少了肉 少了肉醬 對 對 但是好像番茄醬也不能加飯多了 對 在調味料上面還是需要注意一下 還是需要用量還是要注意對不對 對 好 那可不可以請老師 現在就幫我們來示範一下 義大利麵 好 油 好 那我們倒一點油進來 它呢 記得一下我們的那個 蒜末就可以進來爆香了 那記得蒜末的話就是你油 的油就先爆香了 對 欸 民主好有概念 對啊 我們在家也是有豬夾的 對 好 炒到它有點香味出來呢 我們再把我們的洋蔥進來 喔 洋蔥 好 那我們的洋蔥進來 好 記得讓我們的洋蔥要炒到一次成半蔥米瓜 那你這麼平的就要 那這個時候的火可能要稍微小一點 小一點慢慢炒對不對 不然會很容易就焦掉了 對 那個蒜末會消失 就是要炒到半蔥米瓜 這樣小朋友如果另外一種公面化的口味 對啊 對 就多一種的選擇 對 不會那麼淡掉 好 那老師像你要做這種低蛋白的料理啊 你是不是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啊 對 你就是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去把它來調整一些東西 譬如說有些東西不能吃 那我們可能要必須要用香料 找一些替代品 對 對 對 來去補足它那個感覺 所以你們每一位老師都會搭配一位營養師嗎 兩位要一起合作 因為你有什麼問題就要馬上問營養師 對 經過他的同意之後才可以使用這個食材 對 像我就會覺得說 譬如說我覺得如果可能這樣子太單調了 然後我就會想說那譬如說蘑菇來講 我就問一下說那營養師 我想給他加一點蘑菇類 蘑菇類的東西讓我OK 然後營養師會跟我講說 它可能的量大概不能大概超過多少 那營養師 今天這個番茄義大利麵 它整個蛋白質量跟熱量大概是多少 是的 這個低蛋白的義大利麵條 它的蛋白質非常的低 對 那大概每100公克是0.3公克蛋白質 0.3公克 0.3公克 1.3公克 1.3 對 那它的效果相對它的熱量會不會很低 熱量的話我們 因為是用油炒嘛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它的熱量在 其實我們熱量盡量就是讓病友 能夠補充到的熱量對不對 對 一定要 不然他們吃的已經等於是說很炒蛋了 對 所以熱量一定要補充 好 那我們先把羊豬進來一次拌炒一下 那羊豬炒不一樣就會比較香 對 那一般的香菇可以嗎 香菇也可以 但是一樣也是要注意它的用量 對 對 像我們今天大概就兩顆羊豬嗎 對 差不多兩顆 兩顆 對 好 那我這個炒過以後的番茄 來 新鮮的紅番茄 我先來炒一下 炒過的話 一樣的香菇會比較不一樣 哇 好香喔 對啊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一些肉類 所以我們可能在其他的配料上面的話 就是可以增加的 我就是要多量讓它稍微多一點 增加那個口感齁 剛剛吃的就是有那種 飽足感 對 肉的感覺 是一個滿足口律的那個飽足感對不對 那我們的番茄醬 小量的番茄醬 好 那現在市面上其實也有那種 有加了香料的 番茄醬 那這個我們會多量去加 嗯 可以大火一點喔 對 讓它 因為我們比較多的材料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大一點點 那這個炒香以後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水進來 讓它稍微微微香 水 水 OK 進來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番茄的味道煮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煮到它 其實稍微把汁收一些掉之後 再把麵放進去嗎 不用 就煮開的味道煮出來以後 像現在的話 我們就可以稍微調一點味道 好 就是我們的鹽巴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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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東西不行吃 對 所以那時候呢 就去泡一些香料來吃 香料來吃 對 好 那像這樣子可能有一點顏色 反而稍微淡一點點 會再加上去 然後基本上 因為它們不能吃的味道 吃得太熟 對 那其實像這樣子 味道清淡的料理 是不是對於一些 腎臟患者 也是可以說 有一些腎臟病的患者 是需要那個限制蛋白質的 所以其實它們也還蠻適合 這一道菜的 好 你們現在有沒有聞到那個 有 還有一點黑胡椒的味道 好 那我們的麵 都可以進來拌了 好 所以我們的麵呢 只要七八分熟的時候 就把它一拌熟 再把它進來拌熟 然後讓我們稍微有一點手指 好 煮得稍微有一點手指 試吃的東西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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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讓我稍微煮一下 我們等一下 最後會再把我們的那個 九生塔 九生塔 還是很香 對 這個光子有紅色 有白色 可能有黃色 可是我們有綠色 看起來 看我們老師還是吃的香味 都要俱全喔 稍微再讓它煮一下 而且還有那麼美麗的老師在聽 對啊 沒有啦 主持人比較美麗 沒有啦 看得我們都覺得我們好想吃喔 好 那我就留一個葉子 我們可以先擺三葉煮多吃 好 要擺盤 好 那你會發現說 欸 我現在的吃好像沒有很多了對不對 嗯 好像就差不多了 而且本來你看它的麵越煮越熟的時候 就會那個透明感 對 又跑出來了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這樣就好了 可以的 那我們就沉汗了 好 要不要看起來它就很透明 而且好Q喔 因為它整個都是用 有點像是澱粉的東西了嘛 對 那這樣是不是吃了之後 也會比較容易有保護感 對 它還是會 這樣子才會有保護感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如果沒有一些澱粉質的東西 吃起來可能都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沒有吃到飯 嗯 嗯 不然我們味道就跟我們一般澱粉的那些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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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一份起來 其實份量非常非常的主要 對啊 好 滿面膜的 所以其實這要太大了 小孩都可以吃吃 可以可以 好 有一些料上來 就感覺就是很棒喔 很豐富的食物 嗯 嗯 其實也可以做一些 現在一些 一些 除了這種義大利麵之外 還可以弄一些蔬菜的義大利麵 對不對 加一些花鹽菜 裡面去啊 或者是把那個 撒成青醬 可以嗎 豬醬可以嗎 像青醬可能要考慮一下松子的 蛋白質的部分 松子喔 對… 它裡面有加松子 對 青醬或松子 就裡面貼這一盤 大概就是這樣 哇 色香味俱進去喔 謝謝 謝謝 香味 它就好好吃喔 試吃一下 試吃一下 來 掉牙它 喔 小心燙喔 很燙 很燙 哪種是鐵嘴 這個要來個 我們的麵 哇 這個麵真的Q耶 你看 捲一捲 捲一捲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很香的 粗的米粉 對 粗的米粉 好 它的味道是屬於比較清淡的 嗯 它的味道 其實 嗯 這樣子我很喜歡吃因為 平常我們一代裡面 有時候吃到會很酸 因為它的番茄醬可能加很多 為了要讓味道很重 相對的它就比較酸 可是這吃起來就很清淡 它完全 而且它完全是把那個 新鮮的紅番茄的甜味帶出來 對 自然的甜味 所以我加了比較多的新鮮番茄 對 它的麵條煮起來呢 吃起來的 我感覺沒有義大利麵條 這麼的 有咬勁 可是呢 它真的像老師說的 吃起來有點像 粗的米粉 對 如果說你喜歡它再有咬勁一點 那我會就是建議煮硬一點的 好 甚至說你起來的時候 我們要過冷水 過完冷水以後 半少許就有 對 不能泡在冷水裡面泡太久 因為泡在冷水 它一樣會吸收水分 對 就會膨脹更大 對 然後它一樣會變軟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個部分要注意 過個冷水 然後馬上撈起來再去拌炒 只要它涼了以後 就馬上拌油 然後放在旁邊 你要什麼時候拌炒都行 哇 真的很棒耶 對啊 那我們吃完的麵 接下來 老師要再教我們什麼樣的東西呢 對啊 拭目以待 超級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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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吃完好吃的義大利麵啊 老師 聽說它還可以弄成一個泡山 對 義式風味餐耶 對 我們呢 可以再加一個南瓜豆湯 然後還加一個涼拌補碎 那起來就非常的豐富 對啊 對 那一天那一餐就是完全義大利的風味 對 那可是我還有聽說 另外一種所謂的親食樂國餐 那種用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我們用那個素菜冬粉 然後去搭配我們的玉米濃湯 還有搭配一個那個高麗菜片椒沙拉 所以也是一個套餐就對了 對 聽起來也是不錯 對 而且玉米濃湯 感覺好像是一般我們去牛排店 喝的那種玉米濃湯 對 對 沒有錯 OK 那老師現在要不要先幫我們說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素食冬粉 要怎麼樣的做法 好 那我們那個素菜冬粉呢 就是首先呢把我們的薑爆香 還有香菇也進來爆香 嗯 然後再加下去其他一些材料 比如說我們的竹筍 嗯 木耳絲 還有我們的那個銀牙 就是那個豆芽菜 豆芽菜 還有我們的高麗菜 然後把它拌炒到大概半熟 然後把我們的調味料 比如說一點點的醬油 是 一點點的酥蠔油 是 那我覺得可以加一點的我們胡椒粉 好 下去調味料調好以後 然後再把我們泡軟的冬粉 加進去拌炒 喔 那老師冬粉的話 好像都是用綠豆粉去做的 嗯 對 冬粉是綠豆粉 但它也是屬於豆類的一種 對 那請問一下營養師 這樣子的話 它的蛋白質的含量很高 因為它是加工過的澱粉 所以基本上它的蛋白質 也是相當的低 所以也算是低蛋白的 患者可以使用的食物之一 這樣子 對 也是很輕質的 對 所以我們就加上這些食蔬 就是去拌炒 就成為了蔬菜冬粉 對 所以我們冬粉加下去以後呢 大概差不多拌炒的顏色都均勻了 再把我們的綠色的蔬菜 最後加下去 喔 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蔬菜 對 然後 等到綠色的蔬菜 顏色變了 我們就可以起來了 好 就可以起鍋了 哇 弄起來真的 不會太難耶 對啊 就是很簡易的 就可以完成一道料理喔 而且這道菜還蠻好吃喔 這個主食還蠻好吃 對 會不會太難了 我會不會太難了 也會不會太難了 好 那支 我會不會太難了 剛剛白肉有提到湯類 就是玉米濃湯 那這個玉米濃湯 跟我們一般的 喝的那個玉米濃湯 有什麼不一樣 它其實差別在就是說 它用的那個勾芡的粉的不一樣 像我一般來講 如果說比較道地的 我會把麵粉炒過 跟奶油炒香過 那我們今天因為 麵粉的蛋白質會比較高 就可以把它換成其他的澱粉 譬如說是地瓜粉 還是素薯粉 還是太白粉都行 就用這樣子的嗎 來勾芡 對對對 那基本上其他的料就是一樣 好首先呢 我們把奶油放到鍋子裡面來 讓它融化 好那再來把我們的那個洋蔥 放進來炒香 炒到半透明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 在煸炒狀態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那個火 因為奶油比較容易燒焦 所以火不要太大 等到洋蔥的香味出來呢 它開始呈現那個半透明狀態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紅蘿蔔再加進來 等到呢 胡蘿蔔的味道呢 也已經 香味已經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水加進來了 好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玉米粒 玉米粒跟玉米醬呢 我們都可以進來 讓它煮倒開 那在它煮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稍微準備一下我們的那個 那個芡水 那我們今天呢 用素薯粉來勾芡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的 低蛋白的澱粉來勾芡 那大概就是 粉一 水一的比例來操作 好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著量加少許的鹽巴 來做調味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滾了 它已經滾了呢 我們就適量呢 加一些那個素薯粉水 那火稍微轉到中一點 好 慢慢的加 這樣才不會加到過多的這個 這個 嵌水 那嵌水的量呢 只要加到你需要的濃稠度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 加少許的那個胡椒粉 那你也可以加少許的義大利香料 然後呢 我們起鍋前呢 要吃的時候呢 可以淋一點少許的鮮奶油就可以了 所以像其實我會覺得說 像在玉米濃烤上面 你少了蛋 對不對 少了火腿 可能味道不是那麼夠 對 那有什麼期待呢 那我可以建議大家就是 加一點點的 義大利綜合香料 喔 義大利綜合香料 綜合香料 還有呢 加少許的鮮奶油 動物性的鮮奶油 然後它起來顏色就有點白白的 鮮奶油可以加OK的 是 少量 少量 對 少量 在玉米濃烤上 五香油飯的做法會不會很繁複啊 五香油飯的做法可能就會 大家可能會覺得稍微複雜了一點 對 但是其實也還好 就跟我們傳統油飯做的方式差不多 但是同樣就是它會少了肉類這個東西 而且它的油飯也是用低蛋白的米嘛 不是糯米嘛 不是 然後就是低蛋白的米飯 加上我們的白米飯 下去煮的 為了還是要讓它有一點黏對不對 對 就是有點稍微有一點黏性 吃起來的話口感會比較像我們的油飯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老師來介紹一下五香油飯的做法好嗎 好 那首先我們白米飯跟低蛋白米飯的做法 我們前面已經有介紹過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準備一下我們的紅蔥頭 或者是油蔥煮都OK 那就是鍋中放少許的油 把我們的如果是紅蔥頭的話就先炒香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用油蔥酥的話 我就會把它擺在我們的香菇的後面 就是我們今天準備是油蔥酥的就是 好 那我們就是起一個油鍋 然後把我們的香菇進來把它炒香 香菇先炒香 炒香以後呢把我們的油蔥酥放進來 然後加上我們的素蠔油 好 一點點的醬油 好 然後進來還有一點點的糖 還要加一點點糖 糖的作用是在於 把它的鮮味提出來 因為我們不能加其他一些那什麼肉類啊什麼 所以它這個味道就稍微就是沒有那個鮮味 好 那我們就是一點點的糖補充一下它的味道 然後呢 再下一點點我們的水 大概水大概90CC 90CC 對 那鹽巴就依照我們的那個個人的需要 去加一點 去加 好 那等到這些煮開了以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米飯放進來拌一拌 喔 米飯是放進去用拌炒的方式 用拌炒 對 對 對 就是拌炒的方式 那就是低段白米飯一些 然後呢 我們的白米飯一些 那白米飯是不是使用的是糯米啊 還是它就是一般的白米呢 因為糯米它的蛋白質有略高於白米 對 那所以比較嚴格限制蛋白質的攝取者 我們就比較不建議它使用 對 那如果是比較輕度限制的話呢 它就可以就搭配那個糯米或是白米飯 對 就是依照它本身的那個主食分量的限制 對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用白米飯來搭配 喔 這樣子 那感覺上這個五香油飯 它還蠻有家鄉風味的 香氛味對啊 那老師 除了這個五香油飯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的配菜可以來讓它變成一個 家鄉口味的組合啊 喔 那我們可以再搭配一個雙色的粉絲湯 雙色粉絲湯 喔 然後再燙一個小白菜 喔 對耶 燙白菜不錯 燙白菜 對 對 就很像我們吃那種的白菜肉 嗯 對 燙顏一點白菜然後也蠻OK的 好 這樣搭起來就是 也有一些蔬菜 對 然後也有燙餅 又有主食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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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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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